宣读台湾民政府主张及立场 1.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依据国际法理 让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 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 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 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 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 2.台湾民政府的主张是 遵守国际法 包含万国公法 国际战争法 旧金山和平条约 3.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不使用暴力或武力 促使各种方法 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的占领 4.台湾民政府的立场是 对中国殖民政权 流亡中华民国政府 推动的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 全体请坐下 第一节课由大山格林讲师演讲 请各位掌声欢迎 建政权 不可以什麼 就地合法 這都知道 我們基於這個前提 我們講高級班的課 我是假設你們都知道 來 這張圖沒有看過舉手 沒有看過 沒有看過這張圖 都看過了 這就是 去年11月15日 我們在台北市的東區大遊行 一萬人一班人 都全部穿這個 我們現在黑衣服 以後你們加入台灣民政務的成員 也都是 這是我們正式的服裝 你們因為才初級班高級班 所以是穿一班的便服 但是一旦高級班任命了之後 你們就開始正式的 台灣民政務的童心 就穿這個制服 然後我們就來上課 因為我們在這邊在訓練什麼 訓練一批台灣人 出來 要帶領台灣人 的一群人 被取代這一群中國人 現在在跟我們統治的中國人 想說蔡英文怎麼是中國人 是 他是中國人 因為他走到中立的時候去拜 那不是 他去拜中國人做的 他就是中國人 他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他就是中國人 他就是認同中華民國的 所有的 你現在台面上 所有的 都是認同中華民國的人 在做中華民國的總統 或各種官位 對吧 我們說的台灣人 是本土台灣人 一個二次世界大陣 躲在台灣這個地方 大日本帝國的台灣人 跟他們不一樣 他們是尖命者 我們是比尖命者 身分不一樣 不要混回一談 今天我們剛才做班人問 我們來上台灣民政務課 台灣民政務的全名是什麼 專名是什麼 台灣澎湖列島 美國民政務 會有民政務逃進 就是要有一個軍政府 有軍政府 又有民政府表示 台灣這塊土地 還是被佔領地區 而且還是在戰爭狀態底下的 被佔領地 才會有佔領的事情發生 但是過去都被你否定 你會被騙 現在我說一個簡單的事情 這個遊行裡面的 幾大訴求 六大訴求 頭一個 頭一個什麼 最重要 你在訴求任何事情的時候 開宗民意第一章 就是先定義好 什麼東西 所以第一句話是什麼 舊金山合約至今仍然有效 馬上一訴求到舊金山合約 我們就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們說到合約的時候 跟台灣這個土地有關 跟一個國家一個領土有關係的 可以做買賣交易 就是透過條約 跟台灣界到底有關係的兩個條約 第一個 1895年的下關條約 我現在已經慢慢都講下關 指的就是中國人在講的馬關條約 下關是在日本的一個城市 中國人建輸 我們不要說中國人 那時候叫大清帝國戰敗了 輸給大日本帝國 所以他們就派李鴻章跟這些人去簽約 為了什麼 要割地求饒 對吧 你說求和也可以 說求饒也可以 因為你如果戰敗之後 你要再打下去 我會把你國家全部滅掉 所以講條件 你不要把我滅掉 但是我割一些土地給你 希望你息怒 誰息怒 大日本帝國皇帝 所以這個交易買賣的雙方 秀派的雙方代表是兩個皇帝的秀派 兩個王 所以這條約不是國跟國之間 是王跟王之間的一個條約 就是大清帝國大皇帝 為了尋求和平 割讓台灣澎湖跟遼東半島 給大日本帝國皇帝 既然是這兩個皇帝交易的話 割給 拿到手頭就是一個皇帝 就是我們的大日本帝國皇帝 拿到手頭的 現在你的擁有者就是大日本帝國天皇 對不對 擁有多少年一直到現在一直都還擁有 從來沒有放棄過 以前不是討舊金山和平條約嗎 舊金山和平條約簽署什麼人 是新日本國 不是天皇喔 天皇在舊金山和平條約裡面 有看到他在簽名嗎 沒有啊 其日本放棄對台灣的管轄權 但是他的主權 我們剛才一前面就念 台灣澎湖這個主權 至今仍然屬於天皇所有 對不對 我們做法靠國際上講的東西 都是講一個道理 所以我們根據什麼道理 萬國公法 對不對 國際法 舊金山和平條約 跟國際法這等同位階就是條約嘛 條約是 舊金山和平條約是四十幾個國家簽字的 國家喔 不是人簽字喔 國家喔 那你就知道這條約的重要性到什麼程度 你國家要簽條約 是不是隨便一個人就可以簽條約 國家簽條約耶 不是嘛 首先你的外交官 要去跟人家拿到條約的內容嘛 你回來要討論嘛 討論要你們國家的國會通過 最後有總統或者是他們的皇帝 蓋上簽人 然後再請外交官回去那個地方去簽那個 一起簽署這個東西嘛 所以你在講國家簽署條約 就不是那一般人公私相授受 沒有關係喔 要簽署到四幾個國家 所以舊金山和約絕對是有效的 因為沒有任何一個可以取消掉舊金山和約 一旦是合約 treaty一簽了 就是permanent 就一直下去 除非這四六個國家又回在一起 因為什麼特殊的理由 再重新override這件事情 否則就一直延續下去啊 要不然就是條約本身就講說 這個條約有效到什麼時候 會因為什麼理由 它加上條件 比如說什麼以前的中日條約 條件啊 所以日本再一年之後把它取消了 我已經改成承認中華人民公務 你這個流亡政府 為什麼還跟你有效的條約 就無效了嘛 對吧 所以這個都是很清楚的事情 第一條 舊金山和平條約至今仍然有效 這都打起來 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台灣人不知道而已 這麼簡單的事情 舊金山和約 所以我們要再次提醒台灣人 所以我們那次去遊行目的 不再訴求 不是說過期台灣人的遊行都在訴求往上 政府啊 你欠缺錢 你沒有錢都要給我們 這次銷的 紅山巨還跑出來 要討錢 對不對 你們都不知道喔 好啦 不講他們 沒有那麼多時間講他們 以前所謂的遊行抗議 都是對上 下對上 這次不是 這是上對下 那就不是抗議啦 上對下叫什麼 宣導 叫溝通 在告知 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個遊行 不需要講話嘛 告訴台灣人 拜唯一合法代表台灣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啊 我們有我們的 鎮包部隊在前面告什麼 以後我們依法行事啊 你不依法行事 我們就有部隊會給你處理啊 就是這樣啊 就告訴我們有權威啊 我們有權威啊 那我們權威的來源 就來自於我們的名字啊 欸 這次很好笑耶 從G7上去以後 一連串的攻擊來到 對不對 什麼書書案 革媒多少 就一些案子 新聞案子一直出來 對不對 包括還有人來這邊 放火騷擾 丟什麼 對不對 去抗議 撐揪頭 搞不好 其他人在他們臉書上面寫說 阿壞啊 嚇到人了 嚇到美國西亞的 我告訴你 不是美國西亞的 是美國軍政府 不是西亞的 你們惹還惹錯對象 名字都講錯了 不是西亞的 是美國軍政府底下的 台灣民事政府 這就是我們的專名 專名說到今天 如果我們是假的 老早被美國打槍 不知道多少次 對吧 哪有可能用這些名義 在這邊繼續的 他們踢到剃幫啊 這就是剃幫一塊 美國軍政府底下的台灣民政府 我告訴你 白月以後 我們不再跟台灣人鼓勵 不是請你來 我也不在欠人 人數老早 就遠超過我們需要的 我們現在在Claiming 告訴你 讓台灣人看 在轉接的過程當中 你怎麼那麼霸氣 不好意思 代表美國軍政府 講話就是這樣子 跟霸氣無關 我們是按照法理 講事實的話 不需要霸 因為你如果怕對的事情 你有經理你就不用怕 是人怕 不是你怕人 對不對 詐騙集團要害怕 說你霸氣不是傻瓜 你說法官你怎麼霸氣 不好意思 法官在執法 執法人員 你怎麼霸氣 我在執法 因為你代表是法律 我們是代表法律 代表政府 代表授權的單位 在這邊做事情 當然不需要自己鼓勵 你應該知道 台灣人應該知道 結果說到那些年 最容易搞清楚 居然是流亡在台灣這一群 中國流亡政府 他們帶來的部隊和難民 你知道 這個土地上我定該說 兩種人 佔領者跟被佔領者 對不對 現在我還是稍微小小聲 修正一下 還加上什麼 難民 因為那時候部隊 是拿著命令來的 沒有錯 他是流亡政府 可是他也帶一群難民 跟著他來 所以才會上百萬 你知道嗎 是難民跟著來的 所以他們那一批的人 裡面有兩個 吃香喝辣的 都是這些軍隊的人 難民是附庸在旁邊 要跟他分一杯羹吃的 他們都是支那人 所以才會做這件事情 但是台灣人搞不清楚 他說 這叫做外星人 不是 他是中國人 加上難民 來到台灣 這個土地 大日本立國的台灣 幫你佔領 所以四位幫你抬 違反人道 他跟美國說 這個人叫我佔領 要反抗我的權威 當然是他 台灣人為什麼覺得 他們都要道歉 中國人不可以跟你道歉 為什麼要跟你道歉 我是證明的 你比證明的 你沒聽 我就打死了 那應該的 台灣人去道歉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你認同 你是中國人 說我們平民是中國人 為什麼你幫我抬 你哭著 你老的馬賽 是笑死人的馬賽 叫你抬 抬個莫名其妙 因為你認錯祖宗了 想說中華民國是你的國家 你叫做回歸祖國 同樣是中國人 為什麼你幫我抬 錯了 我們是日本人 他們是中國人 他是證明的 你是比證明的 他跟你抬 但是不要跟你說 他說 做一個來做戰勝國 好嗎 好 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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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勞 來 繼續再講下去 幾大訴求的 就機單合約 至今仍然有效 對吧 如果這個合約 有效的時候 我們的身分就跑出來了 定義出來 這個土地就是 這麼多比這麼多 我們就是被佔領者 我們被佔領者 可能中國人是佔領者 被佔領者 不可能 一直是日本人被佔領者 戰敗的是日本人 所以我們是日本人 不是中國人 所以下一句就講得很清楚 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是日本人 日本人又不是現在這個日本人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成名 所以現在不然也是搞不清楚 最近是不是有一個新聞 聯訪放棄中華民國的護照 對不對 我告訴你 笑死人到笑死人 你就問聯訪 你什麼時候拿過中華民國的身分 日本人喔 你要做事 頭腦要動一下 不是傻傻做 你現在想在日本的政壇 要再往上爬 就發覺 雙重國籍 我跟你講沒有雙重國籍啦 他沒有再調給你中華民國身分跟護照啦 你就是日本人啦 道道地地是日本人啦 你要放棄的是什麼 是大日本帝國的國籍啦 拿新日本國的國籍啦 傻瓜才去跑 是什麼 日本在台協會說要去放棄 當然人家不會理你啊 他說 中華民國沒有什麼 中華民國不敢去理你啦 中華民國應該回封信 你什麼時候拿到中華民國身分的 那個是假的你不知道喔 你要放棄什麼 我們也無從幫你放棄起啊 你宣告我們也不能給你公文啊 中華民國就從來就沒有在台灣 那是流亡政府啊 你什麼時候跑出一個中華民國身分跑出來 那是你老爸啦 你老爸給他們騙 順便連你女兒給他們騙去 順便村的日本人都給他們騙去 日本人應該看我們的官網 應該聽我們的演講 才搞清楚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日本人不是做情報蒐集得很厲害嗎 什麼都知道嗎 為什麼他們的議員這麼糊裡糊塗的 到現在還跟中華民國這人人肯肯定 什麼駐日代表啊 李登輝 自由會 這都搞不清楚一人日本人耶 日本政府安倍也應該做點事情了 好好開始教育日本人 我們的官網上面 我跟你講 中國人看台灣民進府官網的人數 遠超過日本人看台灣民進府的官網耶 我也去看那個數字啊 日本人你到底在搞什麼東西 我們是真正的日本人 大日本帝國的臣民在這邊講話 日本人要聽喔 我們告訴你事實喔 我們每年到天皇 像在今年年底 我們又要去天皇那邊祝壽 我們到今天為止 天皇還是我們的皇帝 我們是他的臣民 我們這個從屬關係非常清楚 我們沒有用錯過 你們來到民進府上課 第一個 你就已經承認 我們是日本人 去用這個地方的人 所以我們拿那個身份ID 你就是那張ID給你叫到 因為那張ID美國才會交代官全力給你 才會把民進府的資格交給 大日本帝國被佔來你地的百姓 因為台灣民進府這個名字不是隨便取的 Civil government這個是法律上的名字 所以到現在為止 很多人要模仿我們 模仿不來啊 不然你會說 你就換一個民進府叫出來 你看看 你也給人家 叫台灣民進府 再做個雙包 看看有沒有辦法取代我們 不可能 就算你怎麼攻擊 中華民國體系再怎麼做 做不來 這不是你能碰的 法律上的legal status 已經在我們手中 你來台灣民進府 我們幫你裝兩條詛咒 一個是法律上對台灣真正的定義 這個詛咒爪采 另外一個是歷史上的詛咒 你們在初級班上過 我們是佛摩山 佛摩山這個名字 不知道中國人說我也是佛摩山 秋西人 從中國來不會是佛摩山 佛摩山是在地 上面老的會兒都會嚴重 那為什麼 我們 他們說這什麼民粹什麼東西 我告訴我們實事求是 我們是大日本帝國的佛摩山人 他們想說我也是台灣人 我新台灣人 你古台灣人 我們都是台灣人 沒有在這一套 在究竟我們的和平條約裡面 就是佛摩山 因為台灣第一次有名是什麼名 佛摩山嘛 葡萄牙人給我們賠的 第一次我們在國際社會 有一個名字叫佛摩山 叫佛摩山 台灣是中國人給你賠的 本來叫做台南 鄭成功叫做台南 後來叫做台灣 那是中國人好的名字 日本人拿到台灣 後來順利用中國人的名字叫台灣 但是在國際法上面 叫佛摩山 台灣這個名字 大家都可以玩 隨著你玩 但是如果你說這是佛摩山 沒有在調你騙了 騙不來了 再來 那被佔領地的百姓怎麼樣 有他的基本權利 什麼權利 你不可以改我的姓名 以前我們多少高砂族的生意 去給他們改了 去給他們抓起來 說你生什麼生意 會有喔 我們高砂族很多在區公所辦理 辦理身份登記的時候 要適信給你嘛 你明明高砂族的名字 是到最近幾年才可以恢復的嘛 對不對 因為他在犯了戰爭法 戰爭罪 你不可以改我的生意 你不可以改我的國籍啊 你不可以發我護照身份證啊 佔領不宜專主權就是這個啊 主權其中一部分 你也不能改我的語言啊 你不可以改我的議員 我本來什麼議員要改喔 講到這就出語 我來講一件事情 我來看一個有趣的事情 最近歐巴馬 mention Taiwan as a model As Asian democracy in loud speech 最近發生一件事情啊 歐巴馬跑到寮國去 這個剛好中華民國就去利用這個大肆的宣揚 因為歐巴馬講到一個字 A mention Taiwan as a example of a version 很繁榮的Asian democracy During an address on the sideline of the summit Tuesday 我來講歐巴馬你太可惡啦 你的歐巴馬你喔 整個這樣罵啦 你的後面的幕僚給你錯誤的訊息了 來 來 美國強調人權重要是因為他們 相信人權是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權利 從日本 南韓 台灣的例子 我們知道民主可以在亞洲走走 笑死人 台灣有沒有民主 我們講過 台灣有沒有民主 沒有 怎麼證明 來 我們來跟人講 What happened in Taiwan in the past 70 years should be an textbook example Textbook就是教科書 什麼exemple呢 Grain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major insult and disgraceful gesture to the democracy value 過去在台灣70年所發生的事情 就是每一項在羞辱 什麼叫做民主這個字 每一件事情喔 我要證明給大家聽嘛 來 看看這個 How to turn Iraq into a democratic country 如何把伊拉克變成一個民主國家 這句話我講起來怪怪的 我要講 是不是美國打敗了伊拉克 有沒有 打敗 對不對 打敗伊拉克之後 我現在接下去不是很嚴肅的事情 有點開玩笑 嘲諷 你真的嘲諷 就是反過來講反話 你們就要聽到我 不要真的take it seriously 那你就會很embarrass don't take it seriously 我們當作一個joke 因為美國人很喜歡講笑話 他們很多talk show 在sarcastic 就是有點諷刺的諷 那我們來諷美國 當美國打敗伊拉克之後 美國佔領了伊拉克 對不對 那美國是很crazy about什麼 民主對不對 他們希望把所有的中東國家 都變成民主國家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美國用各種方法 在影響中東國家 希望它變成民主國家 好啦 他們佔領伊拉克 先從伊拉克下手 它會做什麼事情 第一個 欸 Top 10 Quick Fix Quick Fix 很快的把它改變 Quick Fix For Iraqi Iraq to become democratic After US won the war 當美國 打贏盛戰的時候 我們來一個Top 10 Calm down Top 10是什麼 你要怎麼樣讓伊拉克變成民主國家 第一個 Change all Iraqi nationality into USA using executive order by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把所有伊拉克的百姓的國旗全部改掉 改成美國 那最快嘛 對不對 是不是 美國總統用Executive 用行政命令 把所有伊拉克的百姓都改成美國人 這馬上就好了啊 這就是我們台灣人對的事情 這個不行 陳一的行政命令一下去 所有人的國旗全部被換掉啦 美國你怎麼不做這件事情 歐巴馬你怎麼不來做這件事情 過來 U.S.的occupier And the Iraqi the occupied people mixing together and elect their own president 千萬十萬 十七萬名的美國的軍人 跟Iraqi civilian join together and elect new Iraq the president bring more if necessary 就是說 好啊 那你叫伊拉克的部隊 跟伊拉克的人民就混在一起 選新伊拉克的總統 怎麼樣 好不好 美國你就做這個啊 這樣快一點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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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欠說 美國的軍人不夠多 你就算得多一點嘛 對不對 就像美國人跟中國人 送兩百萬 百幾萬來給台灣 給你染嘛 號稱這個叫做 democracy嘛 這叫民主嗎 歐巴馬你手下那一群智囊 那個智囑那些 所謂的 你那個 政策後面的那些 support的人 要做點功課 不要到今天還在胡說八道啊 來 stop the Iraqi from using their languages 不要讓伊拉克再用他原來的語言 and mother tongue 也不准他們講他的母親教他的話 然後宣布 english as their official language 宣布英文是伊拉克的官方語 然後呢 enforce this policy by all means 用各種方法要求這個政策 徹底的執行 伊拉克人不准再講伊拉克話 要全部講英文 這就是過於台灣剛才的事情 是不是 不准你再說台語 不准你再說其他語言 那就是方言 你只能講北京話 那就是台灣人剛才的事情啊 美國人你要不要用在伊拉克身上 你看看 看全世界會把你拖棄嗎 還要講民主嗎歐巴馬你還要講說台灣有民主嗎 還有說台灣是民主是世界的典範嗎 笑死 再來 As Iraqi children to pay tribute to the US President 叫所有的伊拉克小孩子 每天看到歐巴馬的相 然後跟他敬禮 跟他行山局公理 然後唱美國國歌 你要這樣做嗎 那就是過去所有的人 三台四台就在做這件事 拜那個臭頭子 做他的總統啊 過身子也拜 他什麼瘦頭子呢 世都要去找他去打 如賞考筆 對不對 那跟你現在看今日神一模一樣 其實人的世也是這樣做的 所以人家說唱歌是獨裁者啊 那你現在在歌中宋德在做什麼 我們三代四代小孩到今天為止喔 學校的前面還要炒頭子的那些 美國你們不要做這件事 你就把歐巴馬的相 把他雕一個幾萬個 放在伊拉克全部境內嘛 你就照著做嘛 既然你認為台灣是民主的典範 你就一模一樣坐在伊拉克身上 再來 As Iraqi to join US Army 叫伊拉克的小孩子 那就是年輕人去加入美國軍隊 那就是我們做的事情 我們去做中華民國軍 對不對 那不是 我們幾個台人 都去做中華民國的軍人 那不是 軍人是效忠的 當兵是效忠的喔 所以我們 在 東區那個訴求裡面有一個 被佔領地的百姓 不用當兵啦 也不應該當兵啦 怎麼到今天為止還在做這件事情呢 難怪啦 歐巴馬認為台灣是民主的典範 我就看你的民主的定義是什麼 聽說你是耶魯大學的法律系畢業 來講看看嘛 再來 Teach American history to Iraqi children and force them to memorize by heart 教美國 把美國歷史交給伊拉克人 每一個 而且不准教其他國家歷史喔 只能教美國歷史 做做看嘛 以後伊拉克的學校裡面 只能教美國歷史 那就是我們剛才的事情 我們過去只看到大中國歷史 那不是 中國地理嘛 你甚至於不應該叫伊拉克小孩子 去唸伊拉克地理 你要去唸美國地理喔 五十週 對不對 要跟他講 要美國東岸到西岸要做什麼飛機 做什麼火車 對不對 哪裡接哪裡 廢城街 紐約街 洛杉磯街 要在哪裡轉機 你應該教這個嘛 再來 Teach all Iraqi that their ancestry is from New England area 教導所有伊拉克人 你的祖先是從 新英格蘭地區來的 要不要這樣子 誇張一點啊 以前就要這樣把我們教的 我們的祖先都從中國來的 不是 你的祖先都從中國來啊 他這樣就給他生鬧啊 Come on State Department 那些smart 聰明的傢伙們 來聽聽看我在講什麼 Torn down all the Iraqi historical buildings and replaced by the U.S. Founding Father statue 把所有伊拉克境內所有的 他們的古蹟全部拆掉 換成什麼 炒陶瓦嘛 對不對 全部換成美國的這個 Founding Father的照片嘛 或者他們的雕像嘛 做這件事情啊 美國你怎麼不這樣做 這樣讓伊拉克馬上進入民主的程序啊 你們所謂的民主程序 再來 Give all Iraqi American last name 把他們的姓給改掉嘛 伊拉克不能再有中東人的名字 全部改成美國姓 你叫John 你叫Peter 全部改成這個嘛 現在台灣人所有的名字都要改掉了耶 讓你改到不知道的人耶 是不是 你會改到不知道的人耶 當初我叫大山突然改 就是我要馬上 因為你一旦知道法理 你會知道 我不會再改成了 那是為了過去要把你統治更方便 但是我們現在是現代耶 有國際法 有戰爭法 有人權的保護公約耶 這不是的 給你當青菜做耶 比國人 American What are you thinking What are you doing Until today Give all Iraqi American last name And including Aboriginal Thousand Years Ancient Iraqi Tribes 包括這些Aboriginal的 在伊拉克住了幾千年的祖先 在伊拉克的這些部落也給他換掉 也把他的姓給換掉 那就是對我們高砂族 對不對 我們高砂族在這裡多久了 四萬年嘛 四萬年嘛 你住在這邊四萬年 居然你的名字被換成 我們從中國來的 我們的 我們的 驚慘不的人會生 我講過嘛 你要不要這樣做 美國你就做徹底一點 把伊拉克人的last name 全部換掉嘛 中國人就是做這件事 在台灣你知道嗎 美國你知道嗎 Sale use weapon to Iraqi and ask them to pay for crazy number bill 在賣美國的舊型武器 在伊拉克打那張的武器 還賣給伊拉克人 叫他付錢 現在就是這樣 美國給我們講 叫我們去買他的 use second hand weapons 用全新的價格 我們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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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我們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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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到台灣的高砂豬道歉 道什麼歉 李登輝你道什麼歉 你不是台灣人 你敢有台價錢 敢有台價台灣人 那你道什麼歉 你如果沒有你道什麼歉 這跟該道歉的人並沒有道歉 在那邊在看 你講台灣人 被害者跟被害者自己道歉 用加害者的名義 全世界沒有這麼荒唐的事情 但是偏偏就在台灣發生 偏偏就在台灣發生 所以難怪中國 北京那些什麼智慧的人來台灣 你說我待台灣不要一個禮拜 我就變傲了 變傲不夠 變傲了 高級班講得夠清楚了 我剛才就講 Change Iraqi into Japanese 就好了 美國人 美國人 你只要做這個 把Iraqi 剛才講很ridiculous right? very ridiculous all the steps to make Iraq become a democratic society 一樣 你就把他改成Japanese 你怎麼讓大日本帝國的台灣 在短時間變成democracy 就是這樣子啊 難怪菲律賓總統會這樣子 insulting democracy insulting democracy 你自己人對他自己宣戰 蔡英文宣戰 結果一點掌聲都沒有 蔡英文宣戰 也沒有人生氣 蔡英文宣戰 什麼都沒有 好像一根針掉到海裡面 因為沒有人生氣 沒有人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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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完全沒有實力 你要選什麼? 宣戰 來 你們可能不知道 蔡英文講的 因為華盛頓郵報的記者 訪問他 OK 然後他回答說 以台灣來講 我們有一個完整的政府 跟民主的機制 我們有軍隊 我們是一個 可以為自己做決定的國家 這不是宣戰是什麼 這叫做宣佈台獨 美國講過嘛 佐力克講過什麼 台獨代表戰爭 那表示美國的軍隊 軍人都要進來 是啊 蔡英文也宣戰了 你們也該進來 是不是 這已經是戰爭 蔡英文也已經宣戰了 只是說 我應該這樣講 蔡英文宣戰 並不會影響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大戰略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大戰略 包括菲律賓總統 去跟美國總統混在一起 講髒話對不對 可是美國總統就笑一笑 我知道他來自於 非常多采多智的背景 所以他會講這個話 是 就這樣子 所以我就不去他們家 我改到韓國去 是不是 歐巴馬很graceful的回答這個問題 可是我告訴你 美國軍人你應該要生氣 John Kerry 你在之前花那麼多時間 到處去 你瘦子 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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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說你的總統去向羞辱 是不是 那不是 你又不能做什麼 頂多笑笑 當然啦 你要展現你的Gentlemen 或說 Be Graceful的回答可以 可是在外交裡面 不可以這樣子 尤其你後面有一堆軍隊 軍人 你的統帥 如果去向羞辱 馬上就打得不是 怎麼容許你這麼囂張 中國你還給美國總統穿小鞋 不是嗎 叫他從飛機旁邊出來 我跟你講 Marine講過一句話 我的沉默 My silent doesn't mean ignore 美國軍人 他要反擊 目前按照他的速度 不是按照 你把馬一句 他就要跳起來 那是小羅羅才會這樣子 街上拿扁鑽 砍來砍去 你把馬一句 他就要跳起來 就要跟你笑 美國大國不是這樣 但是你要不要小看美國大國 他的silent 不是 mean ignorant 美國有他的時間表 會按照時間表 來執行這個任務 當他執行的時候 就no mercy OK 你們count on it United States military 是no mercy 如果他execute 要執行這個命令的時候 他會按照他既定的政策 重返亞洲 You can count on United States military 我們是美國軍政府底下的民事政府 G7 你都知道 對不對 當然 台灣人 沒辦法透過直接邏輯思考 去了解這整個事情 所以他們喜歡做什麼事情 他們想透過什麼 美國人只能透過什麼 操作面 因為他沒辦法從法理面 來了解台灣民政策是什麼 你如果說法理聽不懂 人說去 台台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竟然買去也不知道 找人算錢 這就是台灣人 所以我們現在對台灣人公圍的時候 希望台灣人裡面比較聰明 我告訴你 我上這種課 聽得懂得台灣人沒幾個 但是聽得懂我都有在看數字 那些幾千個人 我相信你們 我最近收到消息 在北美地區 有些小團體組織已經在台橋裡面 大家已經開小組會議 每一次我們上完課 他就會做紀錄 然後大家討論 我希望這些組的組員 不要只居限於你們這幾個 高智能力 聰明智商高的台灣人 看不到幾個台灣人 只有你們 你們要慢慢延伸出去 把你們小組慢慢對其他台灣人發聲 台灣人一個很可能就是 沒辦法外銷 都要人家進口給你 你才會覺得這個東西比較好 那就拜託 在北美或各個地區的台灣人的團體 進口 把這些知識或知識 進口到台灣人 因為台灣人都給我本手啟動 所以台灣人沒有分辨 什麼是對什麼是錯的能力 我再說一次 你們這段已經走到美國的台灣人 你們見到市面 你們看到市面比較清楚 發牌一頂人 你們不是都號稱博士嗎 想到這件事情看不見 我跟你講你們就算到全世界各地方 你頭好這種看不懂的人 表示你的腦袋還沒有開 只有少數人頭腦開 開了以後 不要那麼小氣 當聲放在自己爽 你要跟其他的台灣人分享 希望擴張你在美國各個地方的組織 讓你們組織讓更多台灣人滿 而且不限於你們這個年紀 你要交給你的下一代再下一代 因為我們要走這條路很長 很長 我們需要2nd generation 3rd generation的台灣人進來 讓台灣人的國際地位正常化 就算你們沒有時間來到台灣來上我們的課 但是你們在各個單位 透過我們的法理演講 一定要開始組織起來 我們已經到一個階段了 我們欠人 欠人 我們執政是有人沒有錯 但是再延續下去 我們要繼續訓練人 那你們怎麼知道這個人對不對 我跟你講很簡單 透過法理 你怎麼知道這個人可不可以用 透過法理 你透過跟他講法理 如果他聽不懂放棄 下一個 直到你碰到適合的 就像你們今天來上課 就是你們聽得懂法理的人 就會來上這個課 你上了就覺得有趣 不會說這樣 聽著聽著就開始嘟咕了 對吧 因為你的腦袋被吃雞之後就會思考 會思考之後 你就變成一個活的人 外的人 本來你是死人 你本來是死人你知道嗎 台灣人 你在法理的前面 你算是個死人 你在真理前面你是個死人 對真理沒有反應的人叫死人 你在法理的頭前你是死人 你不是外人 你如果是外人 你看到法理走出來 你會脆起來 你會有反應的 你會有反應的 你會跟他有反應的 你會有反應的 你會增長 你會長大的 所以你要讓自己在法理面前 變成一個活人 接下去你才會執行這個法理 當人的心中有真理有法理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怕 不會這樣畏畏縮縮 誰會畏畏縮縮 一天當然只是看著地上那一罐收飯 在生活的人會畏畏縮縮的 因為見不得人 只要想都是要吃青的問題 但是台灣人不可以都這庭人 沒有錯 這是百分之九十九的台灣人都這樣 但是我希望這庭台灣人的錢 給他找出來 給他找出來 找出來之後就要帶來台灣人 因為 因為 以目前 你過期台灣人都把 嚇網嚇在那裡 民進黨 有較爛 嚇網 台人 有較爛 因為他們的歷史觀跟我們不一樣 他的歷史觀是 台灣西班牙歷數 那不是 他們是什麼人 他們就是中國人 西班牙以前 中國人來到台灣 那些人的好代 認同大清帝國的訓練 或者在大清帝國裡面 得到好處的 中國人裡面 得到好處 那些台灣人 我現在說 我們是透過法理 真理 科學 考古證據 DNA 來告訴台灣人 你到底是什麼人 我告訴你 如果台灣人連自己都不知道是誰的話 那由別人來決定你是誰 再講一次 當你連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人家來替你決定你是誰 那不是 所以我上的課 頭一部就告訴你 台灣人到底是什麼人 我這個又不是編故事 我是科學證據 不像中國人用騙的 你就去相信 所以台灣人好騙 不好教就這樣 要教真的 你聽不懂 你騙假的 你懷疑到要死 又有到誰跟我吵 可笑至極 再講一次 台灣人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由別人來決定你是誰 就像現在的情況 人家跟你說你是中華民國人 你就中華民國人 叫你去嬌水你就去嬌水 叫你去做兵你就去做兵 你叫你去什麼 國見國照你就國見國照 你叫你殺到人家 真的是努力到不行的 努力還知道反抗 你連反抗能力都沒有 你是什麼東西 Zombie Zombie就是行屍走漏的人 只要他行屍走漏的人 連個心都沒有 那就是台灣人 但好感知我們有這個人 我們就繼續做 繼續做工 只要有醒過來的人 我就不會放棄 G7 最近又有人要講 G7 G20 很簡單 我剛才講說 台灣人只相信 柏萊萍 對不對 我們那時候想說 如果是這樣 我們進G7算不算柏萊萍 是啊 如果我在G7裡面 美國來認證 當然應該要相信 對不對 我們以前也以為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求美國 讓我們登上G7 因為以前在台灣的媒體 你登廣告登很多對不對 當然不想 那個王子人去買就有了 對不對 好啦 G7我請問你 中華民國是不是很想出名 你就登一篇在G7上面看看 台灣民進黨 你不是很想說要入聯嗎 你就在G7登一個廣告說 你要入聯 登登看 在網路上酸我們的人都沒有用 要講實在的話 你就真的登上去 我們是登上去 問題出來了 你在G7上登上去 來 信用大家看G7登上去 那個照片信用你看 再講 來 我們官網上面 G7 來 G7 我只要看G7 G7就好了 不是 往下嘛 G7 對 就這個 就這個 把它按下去 這G7啊 問題來了 真的是要進口到台灣 結果台灣人不曉得這個品牌 我又不曉得了 我沒有傻眼了 G7是什麼東西 有一個記者 有一個記者說 中國人的記者說 什麼G7 哪一個飛機啊哪一個型號啊 波音的嗎 G7 台灣人 真的是 國民黨 這個洗腦 才會死得很痛 吃本索的能力 但是吃真的東西沒有 那中國人 那個 那個 哪一個 那個 智庫裡面 來講話 他不是講一個東西嗎 他說台灣人資訊很豐富 還甚至被美國選為 新聞自由的國家 可是問題大部分是垃圾新聞 他的所謂的新聞自由 是有播報垃圾新聞的自由 但是沒有播報正確新聞的自由 你知道嗎 是不是 我們這一次素素事件 結果是什麼 我知道素素是誰 台灣民眾 村子都不知道 台灣民眾是什麼組織 所以那時候記者還問我說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素素事件 我們知道結果是什麼 但是我跟記者講 透過這個事件 讓台灣的民眾更來了解 台灣民眾是什麼單位 結果沒有 大家都停在那個地方 有台灣民眾 網路上都是詐騙 有關於中文 我來再講一次 在我們來的童心裡面 你不要再用中文Google 你要學英文 你要學日文 日文請一篇英文 你要看全世界的東西 要用英文去了解 他當初跟台灣人 有一本人的身份 改為中華民國 第一部就是什麼 改你的議員 不讓你在講日語 當你改的語言是表示什麼 你跑到他的舞台跟他打架 所以一陣子在說 你台灣人都喊慢 不要說話 沒有能力 你來換日語看看 看是誰沒有能力 是誰不能辯論 對不對 你如果用日記來台語說看看 因為他把你強迫 去除掉你的議員 並說你來重新學一個新的語言 現在叫你去學英文怎麼辦 你有辦法馬上找到工作 沒有了 現在叫你去學英文 但是我跟你講 你真的要學英文 英文會讓你得到自由 因為你不會這樣 新聞媒體就是黨的喉舌 全世界的獨裁國家都知道 所以他一定掌控媒體 像中國這次G20 是不是他完全掌控媒體 是啊 新聞什麼可以報什麼 不管 你進到裡面 連Google Twitter都不行 Facebook都不行 那些記者就要嘻笑 我說 我問我為什麼要嚇到我們國家 都不行 它是一個closed system 中國是一個封閉的系統 這封閉系統 為了要維持它的詐騙走斷 它可以在短時間讓杭州進空 連中國人就說 我沒有看過杭州這麼美過 街上也沒有車子 也沒有人 房子每個都粉刷過 路燈全部換過 沒有臭味 哪有可憐 我跟你講 真的不可能 有史以來頭一招 但是怎麼樣有可能 獨裁國家有可能 共產國家有可能 人民思想被挾制的國家有可能 工廠停工 你如果在自由國家 你工廠停工看看 你不告成國家動亂才奇怪 對不對 你要求人民都搬離一個城市 你不告成動亂才奇怪 是不是 所以在中國這國家裡面 它基本上是政府在主導一切 本來是浪費賺 它甚至於主導自由市場 股市只能升不能跌 股市你只能買不能賣 那是什麼股市啊 你有沒有去過一個標準 你剛才輸不可以贏 誰敢去拔 沒有人敢去的 所以這就是大家對於中國的impression 股市只能漲不能跌 傲人再給錢送給中國 對不對 那這樣的國家跟市場 還能叫做世界的第二大經濟體 它連經濟體的資格都談不上 因為它不是自由經濟體 所以歐盟也同意 中國不是一個自由經濟體 國家的力量在操控匯率 在操控股市 在操控所有的經濟數據 那這樣的一個經濟體 怎麼能夠 它沒有透明的資訊 錯誤的資訊的時候 誤導的資訊的時候 我怎麼做投資 一個做假的國家 一個不認為真實是對的國家 覺得真理或者數字 是可以被操弄的國家 你能相信它是什麼 被那樣的國家趕出來的 叫做中華民國 所以在台灣也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錢就一直搬出去 等到美國宣布趙鋒 做了這些事情之後 對不對 這個就不是我今天要講的課 我今天要講的課 主要說G7認證 G7是什麼 就是世界 主要的 最強的 Top的經濟體 有哪些 大家都知道嗎 回到幫我點一下 這個經濟體有哪些國家 點這個link 帶回來 再往前 對 再往前 七大國工業先進國 可以中文的翻譯 錯了啦 G7國家 有安倍日本 加拿大總理 過來下一頁 法國總理 法國總理 義大利總理 德國總理 英國總理 這個已經下台了 這是歐巴馬 美國總統 在這個G7的專刊裡面 有的人一直在講說專刊沒什麼 你就想想看專刊真的沒什麼 沒有什麼時候為什麼 這些 七大國的首領 都會有這些資料在手上 為什麼G7都是由這個雜誌在附上 在每年有關於G7的文章 都會有這個出來 這一點不是沒什麼 就是這個單位在出這個東西 那他所有的資訊也要必須這些 經過審核才能登出來 你不能阿狗阿貓的文章都放在上面 對不對 也不是用了錢就可以買到位置的地方 因為在介紹總統 總統介紹每一個人 再下一頁 就是我們台灣民進府 拿到變成立法 這個政治的政治對立法 這個中國民進府 講到老半天 總算我們知道了 過世七十年來 都在玩這 原來是美國有個政策 叫做模糊政策 模糊政策真的搞死台灣人 所以縱使台灣人 我們就知道 我們這一群革命先行者 知道台灣是去向這樣算 你又無可奈何 因為是美軍佔領我們 我們唯一 Humble的訴求 謙卑的訴求 只是請美國 請按照人道來處理台灣問題 按照國際法 戰爭法 就請和平條約 來處理台灣問題 我們這群人站出來 不是說台灣這個土地上 沒有這種人 當我們把身分證拿出來 ID拿出來 就告訴你美國 台灣這個土地真的有 過去讓你討厭的 大日本帝國的人都在這裡 你所有做的美建人 都違反戰爭法 我們現在至今為止 還在suffering當中 還在受害 被迫害 被欺負和很嚴重當中 我們經歷的是種族滅絕的事情 genocide 我們再次的大聲欺負 希望美國聽到 我們已經沒有力氣了 我們被欺負 其實你拿來的力氣 拿來的 要派什麼 我們沒在家派啊 我們現在只能求美國 趕快來處理這件事情 台灣人知道 也要趕快打在做 連這點機會都是沒有 台灣人阿拜 永遠從地球上消失 陰陰萬萬沒有後代 你不能宣稱任何東西 蔡英文你們講的這個架構 以後在大中國底下 你就都偏遠地去 好坑的輪不到台灣人去拿 你過去說中國很大 我們去奔也奔不奔 奔不奔 不可能給你台灣人 別想那個 什麼事實在 當你自己最重要 我跟你講 台灣人會在台灣這塊土地 生肯四萬年不是沒有道理的 它不是by accident 不是突然之間不小心有一群人來到台灣 那是我們的祖先 四萬年級 我講過嘛 我們那個圖講過嘛 就是我們從非洲離開 在四萬年前來到台灣 set down之後 這一群人就住在台灣 我不曉得這是不是上帝的 一開始有預定好 我們這群人住在這裡生肯四萬年 但是這個絕對不要等而視之 再跟你們講一個故事 這時候因為你們是高級班 我要講一個概念叫做文化 Culture 什麼是文化 你們知道什麼是文化嗎 你們都台灣人 我請問台灣文化是什麼 當你出國要跟人家做觀光 要宣導說來台灣玩喔 台灣有很豐富的文化 什麼文化 結果都是支那文化 結果都是支那文化 那不是台灣文化耶 你講的都不是 三太祖去跳電影舞 那高雄跑出來的 笑死人的文化劑 文化劑你去看他們做的東西 都是中國人 跳瓜伊也都是中國人的戲 那不是台灣人的戲 瓜伊也不是台灣人的戲 那是中國人 再講清楚 去廟裡去拜拜 那也不是台灣人的東西 什麼是台灣人的東西 你想想看 想不想 為什麼想不懂 因為文化的主導權 不在我們手中 我講的 如果台灣人 你不知道你是什麼人 人家來替你決定 你是什麼人 這是最淒慘的事情 我再講一下 我們講回文化 文化是什麼東西 原來這個字culture 在原來那個字的意思就是說cultivate 你在一個土地上面 本來土地有什麼生的 生的臉部你就吃臉部 生的臉部你就吃臉部 吃菜粿你就吃菜粿 生的算了 你吃什麼 但是你住在這裡久的人 你會覺得這樣不夠 我會希望多一點東西 所以你經過耕耘 施肥 撒種 把屬於你的這塊土地上 長出更多你喜歡的東西 對不對 叫做耕耘 土弄鬆一點 偷刀 那個叫馬鈴薯會變得比較鬆軟 對不對 你一定會cultivate 沒錯吧 我希望多一點花 我就種一點花 久而久之這個花園裡面 所有產出的水果 食物 還是花草 都是你喜歡的 對不對 這才叫做你的花園 對不對 文化就有點這種概念 所以如果每個人按照你喜歡的去做 就很多不同的花園會跑出來 對不對 你到日本人 日本那地方 大家喜歡吃撒西米 對不對 喜歡種櫻花 可是到美國他們又喜歡住大樹 到馬來西亞也喜歡種旅樹 到非洲又是另外一種東西 你到不同國家按照住在當地的人 有不同的preference 喜好 來決定那地方長出什麼東西出來 對不對 顧起來就是這樣 可是重點 這些人要按照到喜好去做 才會有這些 variety 不同的結果出來 台灣人也是按照台灣人喜歡 這是土象耕耘四萬年 種出台灣喜歡的東西 有樓在那裡找什麼 就像這樣 好啦 九二九二字這個 cultivate這個字已經升級了 所謂的road material 就是本來在土地上有的東西 叫road material 就是最原始的那些東西 元素 它把它延伸到哪裡 延伸到音樂 藝術 政治 法律 這都叫做cultivate 我舉個例子 音樂它的元素 本來是什麼 dore mi fa sol la si 跟這幾個音名 但是經過當地的人的喜好 我改變這個tone 把它編成一個曲子 所以不同國家 有不同的旋律跟音樂 他們很喜歡 對不對 你在非洲聽到音樂跟美國 country music跟日本的那個eng 就完全不一樣 但是按照當地人喜歡 把這個同樣的音符 編成他們喜歡的語言 你換個地方人家不一定喜歡 對不對 而且我這樣講這個東西 文化真的 包括對不同東西的價值的看法 比如說 公姐大家跟世紀 Sex 不同文化對於性這件事情 看法就不一樣 對不對 像美國婚前性行為很多 可是結婚只能娶一個老婆 你敢娶兩個 你就被大家所攻擊 對不對 沒錯吧 可是在中東的國家 對性很嚴格 腿都不能漏 可是他可以娶十個老婆 對不對 是不是 就是同樣對一個事情的價值 在不同的國家 看法不同 因為他們覺得這樣才是對的 按照自己 音樂 文化 法律怎麼寫 也是每個國家不同 可是偏偏來到台灣 那奇怪 因為有別人替我們做決定 什麼叫做台灣文化 因為我們太弱勢 可是當你在形成你所謂的 上面跟台灣文化的時候 有一個重點 我剛才講 所有你在做事情之後面 有一個叫做 decision making 你決定哪個才是我們要的時候 那後面有一個 judgment 下判斷的一個 standard 標準 那是按照我們 對不對 沒錯吧 你如果說讓別人替你決定 你這個 agree 不會同意的 你跟他的觀點不一樣 不會讓人家來替你做決定 現在是台灣有別人替你做 不管你喜歡不喜歡就他 為什麼他 因為夾帶的power 夾帶的不合理的壓迫 夾帶的美國的佔領 美國人你放這個中國人 欺負台灣人欺負 欺負到這個程度 包括台灣人的文化 都由這個中國人來決定 來定義 我剛才講過嘛 伊拉克那件事情嘛 你現在看台灣 會去一個炒頭的廟 那是台灣人做不夠的事情 你美國放給他做 你美國的AIT在這裡多久了 你一帥也不知道這件事 不可能啦 中國人在這邊第一個拆了原山飯店 不是 拆了那個野奇的台北神社 把我們 我們日本人 把神社拆掉放一個 宋美寧的原山飯店在那邊 不是嗎 要讓台灣人看到他的存在 壓在台灣人的臉前面 說這就是我們 我們就是你的通在這裡 炒頭廟放下去 把台灣人說 我是你的通在這裡 你們要乖乖聽話 台灣人不知道 台灣人好心嘛 太仁慈了 大家都族群融合一起不好嗎 傻瓜蛋才會做這種事情 要尋求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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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你的土地 你的家 你如果是這家的女主人 他另外跑出幾個女人 說要你要跟他尋求融合 你打他壞掉了 這是你的房子 這是你老公 這是你的家 怎麼會讓另外的女人 怎麼會讓另外的女人 來化黨化宰 這女人應該會想吧 這應該是台灣人來做決定 他們拿這個去騙美國人 說這叫做民主社會 騙一個人 連美國總統都覺得很棒 美國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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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台灣是一個典範 是民主的典範 很簡單的 任何有理性有良知的人 都知道這是 the grand violation of human rights 只有這個AIT這群人 沒有報告給你聽 AIT是什麼單位 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他還鼓勵美國人 在美國出生的美國人來台灣 如果拿中華美國護照 要去當兵 到現在為止 官網還在放那個 這個我們自己都搞不清楚 OK 連我們被佔領 被欺負到這麼time的人 都搞不清楚 美國人在玩什麼東西 好啦 再下一張 出來了 台灣 civil government 跑出來啦 認證 在機器身份國家的專刊裡面 跑出來 照他們來講 應該跑出來不是他 如果歐巴馬這麼讚 讚美台灣民主成就 應該是蔡英文的照片在那邊 不是 是不是 你問我會覺得矛盾 台灣人應該覺得矛盾 你怎麼會覺得不矛盾呢 既然美國總統 一直在讚美台灣的民主 那這麼出來的話 應該是 Chinese Taipei 不是嗎 他捷問我一種不是 結果跑出台灣 civil government 所以 回到我的那個powerpoint 那三張卡 在機器身份宣布之後 幾張牌出來了 當然我們剛才在虧美國 但是他實際上也在做動作 對不對 一方面我虧美國 他應該做還是做 對不對 被我們告了之後 他要台階下 他要保護他自己 要不然以後告不完 我們的法律訴訟案會 一直告下去 一次的法律事件 只解決一個問題而已 你不能一次說 我要帶十個案子來 不行 但是我們切成十塊一次一次來 對不對 來 三張卡 經過G7認證之後 我們知道了 全世界只有一個 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中國的政府 只有一個 叫做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聽到我們演講 應該很高興 我幫你講 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你不是 好了老半天 都怕人家有兩個中國 我幫你講 台灣民眾我幫你講 我們也贊成全世界只有一個中國 唯一合法代表 中國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OK 高興了吧 高興就要支持我們 高興就要支持我們 把中華民國給幹掉 高興支持我們 就要把中華民國幫我們解決掉 對不對 是啊 全世界只有一個台灣 唯一合法代表台灣人的政府 就是台灣民政府 這是G7告訴台灣人的訊息 台灣人還不知道 所以說 現在是誰在管 你也稍微看一看 你也先看 現在不是金材給你 開罰單開紅單嗎 你也先看一下 好了 G7結束之後 發生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南海案 沛裡賣去告中國 說他到底有沒有擁有南海 為什麼到處都蓋島礁 愈起愈大的 回機場 學校都出來 還開始受課 多荒唐啊 結果法院判決結果 中國根本沒有擁有這些島 也沒有可以宣稱主權的權利 這是法律上 按照國際法 這叫tribunal court 就是這個海洋法的判決的單位 那這判斷的結果表示什麼 中國當初他可能做了一個美夢 他覺得說 如果我讓中華民國不要那麼快死掉 他留在台灣 那可以幫助我做什麼 可以幫助我宣稱很多東西 就像當年趙鋒金控的前身是什麼 中國中華銀行的前身是什麼 大清戶部銀行 大清美國銀行就是中國人的銀行 說得不好就是中國禁戶的銀行 當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的時候 所有銀行在中國的全部接收 很爽對不對 突然之間那麼多錢到他手上 海外所有的他全部接收 所以中國那關 中華民國的黑市名改名 改名字了改名字了 因為包括大使館全部接收 從美國尼克森政府開始透過基辛吉的介紹 就說我們搞兩個中國政策好不好 他說好...可以玩一玩 結果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把所有資錢 叫中華民國的所有資產全部 然後他就把所有資產都寄成了 可是他要寄成為什麼不把他寄成到乾淨俐落 我跟你講 寄成你宣稱之後就是你的 可是有些他暫時不宣稱 就是中華民國留在台灣 所以他要留他一個活口 留他一個活口幹嘛 因為中華民聽說可以宣稱 高雄跟南海那些島嶼 是這樣啦 他的仰謀就是 順遂中華民國也變成台灣也變他的 那多好 我如果早早就把你弄死掉 中華民國美國就拿走回去 讓他留在這裡 美國就跟他一起玩 美國說你要玩我也帶你玩 他們雙方在玩 玩到後來玩死的是誰 玩死台灣人 玩死的是台灣人 台灣人不知道嗎 被玩死的是台灣人 70年來 美國的模糊政策 被玩死的是台灣人 吃香喝辣是中國人跟美國人 他們在玩我們在倒楣 台灣人不知道 爹的勝負 最後 海鴨判決結果 告訴你他是誰 他叫做 中國台灣當局 蔡英文那個政府叫 中國台灣當局 所以蔡英文一定會去中列職 拜拜 去拜中國人他們的祖先 會去任主歸宗 所有中華民國民進黨體系的人 都會去任主歸宗 所以他們當選之後 一定是開個廟祭祀 搖祭皇陵 你去加入民進黨 台連那就是你 去拜中國人做列祖先 還不夠清楚嗎 作為參加 不管你時代力量什麼力量都一樣 你號稱台灣人 但是你的骨子裡面就是中國人 台灣人是不會跟 佔領者妥協的 日本人不會跟佔領者妥協的 烈人給我抬 但是我還是日本人 不會改的 誰會妥協 就你不把他當一回事 把你重要的名分當一回事的人 就會去妥協 因為你的層次已經到了 像動物一樣 不需要有身分的層次了 你只要有飯可以吃 有水可以喝就夠了 說說動物 當然要用餅去哪兒 不一樣 有胖子有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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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夠了 幾個人 覺得這樣就夠了 當然應該是動物的程式 禽獸的程式 只有人才有identity 只有人才有说我是谁 我为什么活在世界上 我为什么会传宗接代 我为什么要把我的孩子 一直延续下去 为什么我有我的文化 我为什么住在这里 我要对谁付着 我跟你讲 光就土地这个概念就不一样 台湾人认为土地是上天给我们的 每个人都可以用 对不对 没人有占有的权利 可是中国人来就 把你剪 把你剥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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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我的 那些是谁的 所以难怪高山寺 一天就叫我们骗了 用酒就骗了 土地就变他了 那次你就不能一样 打人也不能 开床 这么拼 我们队就是这样生团的 就是因为你落后 你不知道法律 所以这个世界是怎么样 懂法律的人玩不懂法律的人 对不对 我再讲一次 那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所以懂法律的人玩不懂法律的人 那你还不要赶快知道我们的法理是什么 法理让你得到自由 真理让你得到自由 当真理一出来 虚假虚伪的骗都要走 就像光出现的时候 黑暗也就不见了 台湾人要拴什么 继续活在黑暗底下被人家欺负吗 还是要站在光明的地方 把这一群 中国整个诈骗集团 从台湾滚出去 该做的是这个 为什么在我们这个行程的过程当中 还有这么多叛变 人要用自己的方法 去大厨大厨要变一厨 我跟你讲 我们台湾民众走这么多年下来 就对台湾人整全盘跑到我们里面 假装上课 其实他要搞他自己的东西 要保出一套 真理就是这么只有一个 什么叫真操 什么叫尾操 如果尾操长得像尾操 就不是尾操 对不对 你们听懂我讲的意思吗 你要尾操一定要很像真的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真的 百分之零点零一是假的 他就骗到你 如果一开始就摸起来就不对了 要骗什么 对不对 再跟你讲 诈骗集团不是单方面的 有一个人讲一个疯狂的事情 你欠我两百万 跟你骗 怎么骗 没有骗的话 我两百万就没行你了 但是你如果把两百万 摔 骗给你 这就诈骗形成了 对不对 两个巴掌 一个巴掌打不响 要两个 他跟你骗 你照他去做 那就是诈骗的行为产生 中国跟你骗 台湾人相信 真的去选一途 就叫政治炼狱 美国人的法官 看你台湾人看得很清楚 政治炼狱就是 在中华民国体系陪他玩 玩到全部是输光光 整个人配上去还不够 配下你的下一代 下一代 你这一代赔钱还不够 包括你的减减书准的钱 都赔给中国人 中国人都知道 他骗的时间有缘 所以从某某人当选之后 就对台湾掏空 他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 他就掏空 掏空方法 让你神不知鬼不觉 你现在跟我说 就偷偷回来 说一个简单的 要不回来 台湾人想要借壳上市 要用你中国一头 他们叫做中国台湾当局 前面两个字 已经告诉你什么叫中国 他不是台湾人 就是中国在台湾的当局 美国人知道你是中国台湾当局 他用一个方法令把你规范下来 叫做台湾关系法 他知道吗 他也知道这里是中国 但是他用台湾关系法 台湾relation acts 来规范中国台湾当局在台湾的行为 你知道吗 规范 规范到哪里 规范到台湾违反战争法 违反所有的人权 台湾的关系法规范到什么 没有规范 你是在放任中国在台湾吞塔 美国国会 你们要自己都去检讨 你们在台湾做了多么 无人道的事情 透过你把 美国国会的授权 过去包括高华德 从宋美宁那个时代开始 一直到今天 任何出售武器给台湾的议员 都应该检讨 当然我们是被你占领地的百姓 我们只能讲出来而已 我们也不能做什么 手机没在大肌子 但是我们只知道 有一个叫法律这件事情 就算我们要不到任何东西 在法律上我们要说自己贏 说我们就是日本人 就住在这块土地 占领布医治安主权 与王政府不可以就立合法 我们只能这样讲 重复反复的就是说 你们美国人当中 如果还有一些 有良心的美国人 还有一些真理 在坚持的美国人 替我们发声 不要对这顶 美国国会国务员这群人 继续骗台湾人 我现在讲的话 是对着网上讲 你们就听听看吧 我在讲 北美的那些单位 那些study group 赶快来做一些嘛 因为我在上课的时候 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讲到完 你们不同的group 在不同的城市里面 好好的study这些事情 这些当做以后 帮助台湾人重建 需要的基石 我们需要每一颗一颗的石头 靠着火 去一间大厨 这间厨 去到大厨 还有坚固 可以让台湾人的 怕到时尚在住的地方 住的地方 不要住中国人在家 建的违章建筑 中国人的台湾 四处盖违章建筑 我們在建我們台灣人真的四萬年來做生 希望他會怕孫住的那種家 那種家是建立在真理 經歷上面 那種家在建的歷史上的事實 那種家在建的真實要很穩固 這個穩固就是我們現在在說法理 國際法 戰爭法 這樣才能建構真正的政權 不是蔡英文在建立什麼政權在台灣 怎麼可能你要帶台灣人去哪裡 走向滅亡一途有 我們現在是在turning point 拜我們台灣要在世界的經濟體裡面再活下去 還有你自己的identity 要建構的條件很多 其中一個我們現在已經把法理這塊拉出來 還有歷史上的詛咒我們也幫台灣人抓出來 就不要再猶豫了 就要回到這裡面大家同心的建構台灣 這真的為了台灣小孩順利在做的事 當我們知道自己是誰的時候 才不會任由中國人來定義台灣人是什麼人 要我們自己來定義台灣人是什麼人 也不是由美國來定義 它名字叫台灣AuthorityofChina ofChina啦 China 是中國的力量在台灣 台灣人看這個又看不見了 來 這叫中國拜 這也是中國拜 這地方才是台灣啦 台灣民政委要出來 我們有幾件事情 台灣人很想問說 你們出來的日子這天比較好過 更有比較好 我告訴大家 台灣民政委這條路如果走出來 就算比較變差 就算經濟有 就算經濟變差 你也應該要走 你知道嗎 就算我們會受苦一陣子 你也要走這條路 因為in the long run 長時間來算 會才會好 你如果為了短時間的舒服 還是不想痛 你死了 所以你問錯問題了 你應該問說 台灣民政委講的法理是真的還是假的 如果是真的我跟上去 不是用那種操作面來考慮台灣民政委 不是說幾個人幫你支持 也跟這個無關 台灣民政委要走的路 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走的路 我們需要一群人看到真理跟上去的人 但是我們也要告訴台灣人 我們整個大計畫 我們會怎麼走 Long awaited answer is here 第一個 How TCG deal with the past 我們怎麼對台灣人的過去做一個 我們會做什麼事情 我們分三階段 對台灣人的過去要做一個了結 對現在要做一個處理 對未來要一個波化 所以這個分成三階段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過去是什麼 Who we are Our ethnical identity 就是フォー摩沙人 我們是什麼人 Fォー摩沙人 這個就花了很多力氣 在跟台灣人講 光是這個就講的 有嘴巴 說得不懂 為什麼 因為你過去都在中國 來資訊跟教育嘛 你每次跟我对话 跟我讨论跟我讨论 都是用中国人的假的资料跟我讨论 包括最近民进党也有人来跟我谈 讲了两个小时 我跟他讲一句话 你台湾人嘛 我说是啊 但是你现在跟我吵的东西都是虚的 我讲的都是实的 下面都说虚的 你都没有法理做基础 你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我们祖先对他来 你讲了一句话 没有一件事情可以经过考证 拿到科学正义以来做检验的事情 那叫做虚的 我们说的是实的 我们的东西都可以拿到美国法院 被美国法院的系统 司法系统检查再检查再挑递 再挑递都可以告到最高法院 你认为它是实的 绝对是实的 什么叫虚的什么叫实的 这样看出来 当你拿到法院的时候 我讲过 政治是把事情越弄越模糊 对不对 人才可以上下其手 从中间捞到好处 但是司法这种东西是把事情厘清的 他要求的是证据 讲求的是逻辑 推理 对不对 还有一个叫做good faith 叫人以他的良心来判断 事情的是非对错 这样的结果叫做实的 real 真实的 你那些人叫虚的 是假的 所以台湾民众不会跟你讲 未来我们要做什么 没有 我们实实在在先告诉你是谁 所以这就是who we are what are we are the subject of japan emperor occupied territory 好啦 我们是什么人 那我们的国籍是什么 告诉你了 国籍的认定是按照法律 你就已经嫁人了 你就是已婚的妇人了 你都不是自由市场上 可以被人家追的女人了 你已经有老公 你贯夫姓了 台湾人你已经贯夫姓了 最好 因为以前是随便人家欺负 对不对 任人糟蹋嘛 一天唱无路那种歌嘛 漂亮人家游来游去 什么嘛 你还在欢迎 还在享受在这种悲情里面 台湾人可能到 我不知道怎么讲 还以苦为乐 在苦中作乐 你当乌鲁被人家跳来跳来跳去 这是一个国家人的心声的时候 你很可怜 你很可悲 但是你可以不需要这样子 因为你现在已经嫁人了 你已经重粮了 你已经嫁给老公 老公会有名分了 还在想大清欺负你的时候的感觉 还喜欢听到说 中国人之那人欺负你的感觉 每天在那边 民事作对 就为了歌颂这种事情 很奇怪 台湾人已经有名分了 这个名分就是大日本帝国的臣民 我们死抓着这个不放 这才是给我们头发的机会 因为过去台湾人 还没有形成主权之前 我们叫做部落形式 任何一个国家都过来 可以帮你占领 帮你当殖民地 但是好不容易形成 在大日本帝国里面形成 有主权独立国家 所以1945年4月1号 大日本帝国天皇实施宪法在台湾 这是一个招书 这个招书证明什么 从此以后台湾人的地位 跟日本人是一样的 在日本天皇眼中视为 是一体的 是同样的 所以我们才可以派参议员 中员到日本议会去开会 我们当兵叫做日本军 我们人在战士 在放在日本晋国神社 去用拜 所以我们每年会去 晋国神社参拜 就表示我们任主归宗 我们就是日本人 我们的效忠对象 日本天皇 你就是日本人 就算我们不会讲 日文的日本人也可以 所以韩国人就说来台湾旅游 台湾人是什么 他不像中国人 他是什么 我知道会讲中文的日本人 没有错 我们要加一句 只会要讲中文的日本人 你知道吗 只会要讲中文的日本人 这才是台湾人现在的情况 当你的身份确定 你有老公 你也愿意甘心乐意说 这就是我的身份的时候 人家才不能随便说你 你还可以追他 还可以上他 没有啊 我是有老公 我跟你讲 你到任何派对里面 女生最好讲清楚 我是结婚 我已经结婚 或者我结婚了 要不然人家任何男生 爸里面就跟你 邀请你 请你喝酒 待会出去 但是一开始我就已婚 那男的就会自男的退 卖家一款 对吧 那边有自由市场 干嘛跑这个 去惹人家老婆干嘛 自己找麻烦 对不对 一样嘛 台湾人都不要跟人家讲 你是已婚的人 中国人比较强的这次 我老公现在不行了 被人家打到那边去了 所以现在这个比较强 就挖他去了 无女心态 妓女心态 那就是过去的台湾人 已经身份改变 还不晓得 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东西 把你抓到手上 不要随便放弃 不要放弃 当你有这个名分 所以我那时候建议那些女生 如果小三进来 你也不要放弃 你老大的身份 你才是正房 不要因为他进来 你生气 好 我不要 我要跟你离婚 傻瓜 好 那些东西都在那里 只有你才有这个权利 把这些东西都变你的 一样 台湾人 日本天空 全白去用玄智 最好 现在就是 你的名分 在的 日本天空没有宣布台湾人不是日本人 一旦宣布就是 是就一直到永远 他也无从宣布放弃起 这是你的名分 像宝贝一样 你不把他照顾好生 世界而是 自家主持人 如果人家就 一个优秀 有一个优秀 这个优秀 在家里 他家里 也有一个优秀 就有一个优秀 就在奥迪 优秀 自家里 ,因为把他正在家里 才会漂亮 只要被人家 只有被人家 捧在手心上的女人 才会漂亮 说出来解释这么多好累 ROC in exile 第三个就是 我们处理了我们的过去 现在你知道自己是谁 你就要认出来 现在在管理的那些人 就是流亡政府 美国人你要怎么玩流亡政府 那是你应该的事情 你继续把流亡政府放在台湾 也是美国你可以做 因为我是被你占领 但是我希望你以合理的身份 处理这一群人 他既然是流亡政府 就不应该在台湾四处嚣张 他就不应该管我们 他就应该 我们应该圈一个地方 给他去住 比如说中正经验囊 把所有中华民国流亡政府的人 都关到里面去 那才是你应该去的地方 像印度人 把印度人关在德兰沙拉 一样嘛 你中国人去拜 拜草头发表 你去里面拜 你最后每天去拜 你不拜我就把那个收回 对不对 而且中正经验囊 以后的牌子上面叫 穷要用日文写 对不对 日本的土地啊 我介绍你们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 我用日文帮你写一下 就是什么 把他们放在他们该有的位置 世界之所以有纷争 就是把不该占有的位置放到上面 把上面放到下面 世界才会乱嘛 但是每一个人 我们也尊重这一群人 他的生活权 他既然来这边住了这边多代 也应该有他们的生活权 没有错啊 可是你是难民的身份 我要把你identify出来啊 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把你赶走 没有 按照人道 我们会希望你 一样嘛 工作嘛 生活嘛 可是不要把给你 不应该有的名分啊 那这样的意思吗 我们台湾没有那么雄啊 我们台湾一向都是很善良嘛 美国人把他放在这边 只是你美国人不能让这一群难民 当我们的头啊 他不是我们的头啊 你要住在这边可以 你按照我们的规矩来 就是讲日文 对不对 你要住在那边可以啊 讲日文啊 你进出这边 要拿你们的旅行证件来啊 就像难民住在美国 美国特朗普为什么会可以起来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美国没有好处理 这一群非法移民的结果嘛 美国人很不爽嘛 我都在家我的凶水好好来 这群非法入侵美国的人 居然可以不缴税 又没有ID 一样拿我们的健保 人道组织还一样 是帮他照顾很多事情 搞到美国变成 我赚的钱要去养这群人 美国人都知道生气 台湾人不知道生气哦 你不想你赚的钱 交的钱都去 贴中国人的生活费 贴他们的医疗费 贴他们的医疗费 贴他们的赵峰镜 还要刷出的钱 57亿的罚款是台湾人在叫的 台湾人是说到这种程度 所以 所以 PUT THEM BACK TO WHERE THEY BELONG 他们应该是什么地位 放到他该有的地位 我跟你讲世界会乱 大乱就是不该占有 不能 没有资格当头的人去当头 把当头的料放来当新楼 这小孩就乱掉了 傲人当道 小孩就乱掉了 盗贼 欺骗的 本来是留级的 上建宗 本来考不上台大的 进台大 不应该念哈佛 进念哈佛 考不上律师执照的 回来当法务部长 这种人给他做总统 不怪台湾人很慘 不怪啊 你们就 你们很高兴的 他是一张一张的票 被台湾人选出来的 男人看他 是小的都不知道怎么控制自己 他的女性票那么多 你说 人民的眼睛是血亮的 你说人民是有智慧的 笑死人 那时候民调那些管 现在拉到那些 那又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都是人民选出来的 你讲的人民的眼睛选 头脑是什么 我跟你讲 人民是无知的 人民是可以被操弄的 人民是真的 符合之中 我们要重新思考 什么叫做democracy 所以新加坡这个国家 很很有趣 他说我们没有民主 我们叫做meritocracy meritocracy就是 你按照你的能力 强你就来当头 你弱你就当中间 再弱你就当下面 这个社会的组成 是按照你不同人的 不同能力来决定 你在社会中什么位置 这样才是公平的社会 不是 你有多一点能力 有服务多一点的人 少一点能力 就服务少一点能力 但是我们都尊重 每一个阶层的人 不会去歧视他 至少是好的社会 我的能力就这么多 但是你还是个人 对不对 我们尊重 大家都是人 所以你该有人的基本条件 都让你符合 这就是民政府 要做的事情 我们只是让法理地位 正常化 用最符合人性的方式 来管理 美国你所占领的土地 这是台湾民政府 我们一切依法行事 马英九依法行事 结果都做这么多 非法的事情 因为美国人很喜欢这句话 你一句话 我都依法行事 依法个头 依法行事 台湾人喜欢要去做兵 依法行事 喜欢台湾人要凋水 依法行事 台湾人为什么讲中文 都违法 哪一件依法行事 AIT哪一件依法行事 你说来听听 没有 How do you deal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就是过 台湾这些地位 香港说不理 把台湾人解罪也解罪不理 用一群群众上街抗议也没有用 只有简单的 Go 我讲过 在法律上是把事情理清的 就是告你美国 我替过法律师给你 在美国有一个好处 美国是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也就是说司法的判决 美国总统实在是没办法 他顶多是任命大法官 当司法 几位大法官里面 可是法官 法院判决结果 美国其他部门要遵守 美国总统有行政权没有错 可是当他宣布一个是非法的时候 大法官虽然是你任命的 可以跟他讲说 你宣布这东西是违法的 他虽然有立法机构 有国会 国会通过的法案 法院也跟他可以跟他讲 这是违法的不能执行 那美国总统 要实行的东西 国会通过的法令 美国总统也给他veto 他也给他否决 所以他们叫做 checks and balance 就是互相制衡的力量 这是美国的政治 所以司法判决的结果 我给你讲 美国一定会遵守 他们已经持续了几百年 用这套法律在 run这个美国的国家 再跟你讲一件事情 美国run这个国家 run这么久了 所以在法院的系统 只在做一件事情 他美国很注重一个东西 叫做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 consistency 那个冷气可以关 稍微强一点 我这边有点humid 在法院的双方都在告对方 你所陈述的内容 跟你提供的证据不一致 你所陈述的内容 法院就要做这件事情 工房的双方都在做这个 你讲的证据 并不支持你的论点 你的论点并不能解释 所发生的事情 供你的不合逻辑的地方 所以都在注重一个 叫做逻辑上的 清楚嘛 所以法官都要很清楚的 clear mind to make decision 才能分别是非对错 我们去告美国 就是这样赢的 我们首先把美国套到这里面 你承不承认 旧金山和平条约 当然承认 旧金山和平条约 美国是主要占领 没有 是这个签署国 你当然要遵守 美国的法律 宪法跟他所签署的条约 是同等级的 是要去遵守 历任总统是遵守的 好 下一步 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 你美国在里面写的第四条跟第二十三条 你是主要占领全国 Main Occupying Power 美国你从不同意 你前面说旧金山和约 你承认 下一步里面写的 你是不是也要承认 是啊 是啊 那我们就问美国 什么叫主要占领全国 就是你说的话算 你做的决定算 我们再问下一句 你这个主要占领全国 可以违反战争法吗 他说我没有 我叫中华民国做 不是 中华民国做 我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 七十年你都不知道 你被变孝 主要占领全国 要按照战争法来执行 对占领地的做法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 我客场上在挖苦美国 就要挖苦这个 伊拉克被你占领 跟我们情况一样 可是你 你不是很 要推销你的民主吗 那你为什么不对 伊拉克人做那种事情 改变他的国籍 改变他的语言 把伊拉克人抓来当兵 叫伊拉克人 去背美国历史 去效忠美国 总统当做他的组织 你怎么不敢做呢 那为什么你偏偏 让中华民国做这件事情 你矛盾 你前后不一致 你就输了 可是美国一直要讲理由 他就想说 这个事情太大条 我要慢慢给我时间 慢慢解决 你一解决十几年 拜托 我们有几条命啊 我们的林智深博士 从有头发 见到现在没有头发呢 蛤 你是要再冷静 我跟他什么程度啊 我跟你讲 我真的 我们的Roger先生 不方便讲 我替他讲 因为我真的 看他从有头发 到没有头发 不过没关系 我们其他人都还继续 我们支持的人很多 你中华民国 不要以为解决了Roger 其他事情就 这个中华 台湾民政务就会不见 不会的 你放心好了 台湾民政务的组织的存在 不是因为一个人 中国人的社会是一个人 所以他们会说 那你的继承人是谁啊 对不对 中国人讲 习近平继承人是谁 温家宝继承人是谁 江泽民的继承人是谁 大家都很关心这件事情 可是在法治的国家里面 不是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的继承人 换谁都一样 反正就是美国总统 他按照美国的职权 去做那件事情 而且他后面 有好几个连续 没有错 就算他如果突然挂掉 换这个换这个 我们也有这个系列 我们还有一个主席在日本 主席 民事长不是最大 还有一个主席 虽然法院是他告 可是我们还有一个叫主席 你怎么去找他 那你要不要把我们整个 那个顺序全部抓出来 那一一解决 没错 台湾民政府不会因为 这些人不见而失去 台湾民政府这个单位存在 因为它是美国军政府成立的 成立的时候 他当然会准备 他的人马 对不对 我们只是其中 他的人马一部分而已 在这边 对台湾人做宣告的动作 在讲这些事情 我们时间到就来这边上课 给台湾人告诱 以后美国要进来说 会比较轻松一点 不会说 台湾我们知道 第一次听到台湾民政府 现在全台湾的人 都知道台湾民政府 现在只说台湾民政府 代表什么意义 台湾人还不清楚 那需要透过教育 以后我们会在瞬间 改变台湾的教育 在很短的时间 全部给你们合法的教育 合理的教育 正确的历史 使用正确的语言 来教授正确的历史 就叫台湾地位正常化 Lowsuit against USA跟ROC 光这件事情 在台湾就讲不出去了 现在台湾有几个人 知道我们够美国 够中华民国 没有人知道 很扯 只有台湾民政府 跟少数的台湾人 就比人口比例来讲 以我们讲 闹这个诉说事件 这么礼拜下来 记者还是不要报这件事情 调查局你来找我们 说有什么问题 你来掀这个案子 看我们真正的 到底台湾民政委 有没有去告美国 到底台湾民政委 有没有去告ROC政府 查嘛 调查局你怎么不调查 这种事情呢 这是你们该做 这是国安层级的问题 所以你的调查局有问题 他碰到事情会转弯的 遇到我们这种重大事情 居然不能查 我跟你讲你也查不来 但是有些很容易查的 美国法院的暗号 你就去查 有这个人没有 有这个团体没有 有这个钱去请律师去告你没有 有嘛 美国 你中华民国 也有找人去请律师去答辩 都有的啊 这有东西可供你查考的嘛 为什么台湾新闻没有在报呢 每天晚上在练 在耍嘴鼻子的那些名嘴 怎么没有人要报这个东西 遇到我们的问题 就羞结了 他们觉得很好笑 说前程这样搞 照我们的这种媒体 一个礼拜就让他倒 在美金库上冲下故都没斗 现在不想报了啦 我们就想说你要不要来报 不要 我问记者 你有没有兴趣啊 不要 没兴趣 那会不会斗啊 台湾大概只有两个团体 没兴趣啊 一个叫AIT 一个叫做台湾民政 你知道吗 台湾只有两个团体 没兴趣啊 他想办法让这两个团体 要去答 笑死人了 那时候婆婆来问我吗 然后就把我讲的话 去跟AIT的处长讲 那处长在哪里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徐姓发言人是谁 我有空想跟他见一下面 OK啊 OK啊 Not now OK Later Later OK Persuasion means to achieve our goal 我们目前在这边上课 是在做Persuasion的动作 我们知道齁 去改变一个地区的人民的思想 是透过说服 透过教育 而不是用强迫的事 就American way of doing things through education 然后重复的跟台湾人讲法理这件事情 希望台湾人选择起来 希望台湾人选择起来 希望台湾人适合我们的人 来担任官员 我们的课不会停的 就是不管刮风下雨打雷闪电 外面在抗议丢失 放火烧 我们的课都在这边继续进行 连警察来讲 不要在外面闹得很凶 你们可不可以停课一次 我们秘诗讲说 一堂课也不会停 你可以在网路上去追我们 从2011年开始 我们的每一堂课到今天为止 唯一的差别就是讲师会画哪里 因为我们讲师也会阵亡 因为我们一旦到这边当讲师 就变成热门的人选 开始画价码 这个被八百 叫我们叛变 你看价码越划越高 把你搞掉以为这样就没有了 没有啦 有这件事情 顶多就换掉再换一个人上来嘛 什么了不起 我看你多少钱 可以给我们全部买掉 不可能啦 Solution from without 我刚才讲 台湾人喜欢一个东西 叫做柏来瓶 柏来瓶已经给你看叫做G7 结果这个柏来瓶的品牌 台湾人没有看到G7是什么东西 G7我告诉你 是所有品牌里面最大的品牌 你知道吗 我告诉台湾人说 这是最大的品牌 你所提到的任何品牌 都比不上G7的品牌 因为没有比它更大的品牌 我有说过吗 哪一个是比G7更大的品牌 讲讲看嘛 全世界来替全世界的经济 政治政策外交关系下定义的 是哪个组组织跟单位 你讲讲看嘛 联合国才不是呢 联合国天天在吵啊 它又解决什么问题 俄罗斯病吞克里米亚 联合国能做什么 对不对 NATO那是管欧洲的事情 对不对 APEC能做什么 Asian Nation 还没办法做什么 我现在讲的各个组织 那里面只有一个最大的 台湾人不能听给 叫做G7 G7国家决定全世界 包括G20 G20的国家是什么组织成的 你不要以为今年在中国主办 周恩宏就是主导者 不是啦 G7的核心还是 不是 G20的核心还是G7 加上金专五国 印度、俄罗斯、中国 巴西 还是什么 对不对 这些国家加起来 再加上剩下的国家 占了世界经济的活动 84%,85%以上 那这里面没有非洲国家 唯一就是南非 我刚才讲金专五国 还有一个就是南非 其他非洲国家 所以他們在抗議 我要抗議 為什麼沒有黑人在裡面 不好意思 你們經濟實在是在這世界上 起不了任何作用 很現實的問題 國際社會是很現實的問題 臺灣民政府也是很現實的問題 你國民黨沒辦法對我們做任何事情 也是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是美國要做的事情 怎麼輪到你中華民國要做什麼事情 你只有被告的份 你只有時間到你就要走人的份 你現在都在看要走樓的錢 我講過了 比較聰明的人 錢一身走 人一身走 錢一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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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的是人走 錢一身走 對吧 那種陷阱台灣人有而已 對吧 那時候國民黨壓制 跑到國外去 就是人走 錢一身走 那種陷阱台灣人 因為真的台灣人的錢是在台灣 台灣是他的土地 不是現金啦 現金不好啦 台灣才是真正他的財富 不應該離開台灣啦 應該在這邊跟我們一起打招 呼籲海外台灣人趕回來 時間要到了 沒有啦 應該已經在進行了 還有機會趕回來 Solution from without 所以後來我們就在台灣 做了很多教育訓練之後 發覺 扣台灣的力量是不可能解決問題 最後還是從外面力量進來 就是只有美國啊 對不對 G7國家跟你背書啊 所以我們再來在華圈DC 我們按照我們官網 我們已經公佈我們的行程 對外公開 你中華民國有什麼能耐的話 請你來破壞 這樣好嗎 真的就是這樣啦 你中華民國這麼有能耐 中國你有什麼能耐 破壞嘛 破壞我們這件事情嘛 我就跟你宣告 我們會跟G7國家一一見面 開一個酒會 讓這些國家的人來參與 敢這樣宣佈就是說 台灣民進度做的事情 是按照美國軍政府 在執行他的命令 不是台灣人這個人 想說自己要做事要做事要做事 過去從來沒有任何台灣人的團體 像台灣民進度這樣的做事方法 這樣有貴旗 這樣有特殊 這樣有法律 這樣才有法律在那裡 不行 從來沒有過 都是一群烏合之中 發歡喜的而已 做不成任何事情 發到最後 讓你接近的 拿一個是空咳 還是既然算去 中國人算你算得很疼 儘管現在給你了 你能怎麼樣 還不是去拜忠烈石 還不是在那邊慌慌張張的 美國人說真好啊 你台灣人被揍住了 隨便丟一個案子給你 照封盡控的案子 你以為他都怪怪不 沒辦法 到現在有沒有起訴任何人 到現在可不可以到海外的銀行 把這些東西扣起來 沒辦法你那些資料都要不到 巴拿馬都不理你 還跟他建交不是嗎 為什麼不能透過引渡條款 把這件事情解決 都不行啊 到現在還不行啊 因為你下面用的人 全部是中國人 林權就是那些頭號的份子 你用的人幫你擋住這所有的事情 你每次上台演講 只能照稿念不是嗎 你能自己講你自己心中的話嗎 什麼叫 gentleman 什麼叫 gentleman 什麼叫紳士 就是能夠誠實的說出 他心裡面想的事情 然後他 mean it 就是我講的話 我也相信我講的話 那叫紳士 表理一致你知道嗎 什麼叫心書 英國 gentleman是什麼 they say what he means and mean what he say 就是我對我所說的事情 我背書 這就是我相信的 那我按照我所相信的 我把話說出來 這才叫紳士 就是表理一致 你這個人必要表理一致 可是現在我們檯面上 沒有一個人是表理一致啊 這是一段對話 以前溥儀在跟英國的老師對話 他很想當紳士 他問說那紳士是什麼 那英國老師就回答他的問題 然後溥儀就講說 那我一輩子也當不了紳士 因為我從來就不能 按照自己心裡面講 我還想講的話 因為都是人家叫我照稿直念 他不會是紳士啊 那台灣人要當紳士啊 就是你要真正 不講這個 再來 How TCC deal with the future 未來TCC要做什麼 美國人也想聽啊 你台灣民眾要做什麼 很簡單嘛 我們先搞清楚 我們的組織是誰 台灣民眾不是從下而上的組織 是從上而下的組織 從下而上的組織 我們就要聽人民的聲音 對嗎 趁現在跟你騙那些人 人民最大 我們要聽人民的需求 再來算這筒 賣來這筒 我那時候給你們看過 60萬人 100萬人的人口裡面 每個人意見都不同 你要聽誰的聲音啊 人民怎麼會是最大呢 人民最大你就完蛋了嘛 因為每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 你們家族有兩個意見不一樣 你已經做不了組了 媽媽跟 你的媽媽 跟爸爸的媽媽 意見不一樣 你就做不了事情 就是兩個人而已 更何況幾十萬人 意見都不同 你沒有利益團體啊 有路門啊 你弱智團體的聲音 絕對聽不到的嘛 有錢人啊 當然是聽他們啊 最後就是這樣 所以立委就說 都插下去 我最大 未來四年我來當 對不對 最後就是當選者 那之前隨便你操弄嘛 跟你說說 人民最大 大家開心 譬如同 喊人民最大還有一個單位 叫什麼 媒體 對不對 媒體就說 每一次都要對政治人物宣傳 人民不會答應你啊 你代表人民嗎 你憑什麼說你代表人民 媒體是一個虛構的單位 沒有一個國家法律成立媒體 當作它憲法規定的一部分 它是一個現象 Penomenon 媒體要靠什麼吃飯 靠人民的投票啊 對不對 都要去買一個新聞 買它的廣告啊 所以它很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數字嘛 什麼數字 訂閱看它新聞的數字嘛 它用數字來賣廣告嘛 你如果沒有人看了新聞 你的廣告就賣不出去嘛 所以大媒體小媒體嘛 對吧 媒體 為什麼要 它要製造人民支持它 它能代表人民的聲音嘛 所以它除了它自己本身沒有 那個英文字叫credibility 可信度 它只要加一個東西 叫什麼 民調 對不對 它除了自己的銷售量 還要加一個民調 它動不動講 民調顯示什麼 來支持它要講的論點 對不對 其實他們立場都很清楚嘛 因為它自己的立場不夠堅定 所以它靠民調來支持媒體的公信力嘛 要用公信力來操縱政治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他們是什麼單位什麼組織 都很慘嘛 因為它可以影響人民 執政者當然知道他們可以影響人民 所以執政者一定會控制媒體 所以媒體一定是黨的喉舌 你知道嗎 所以越是專制的國家 媒體一定是代表國家講話 你會看到一個中國任何一個媒體 可以反的對抗的講話嗎 不會嘛 台灣人 台灣的媒體假裝互相對抗 其實這狗屎 它都在一個範圍底下 都不會去挑戰這個中華民國的說話 對不對 台灣媒體假裝吵得很兇 其實它都不會違反一個 我們都在中華民國底下 是不是 所以它才有有限度的控制 假裝的新聞自由 騙美國人說我沒有自由 所以歐巴馬才會講說 台灣民主是一個典範 話說台灣人是一個 the worst joke 最殘忍的笑話 在台灣執行的民主是 全世界能夠把民主 糟蹋到最嚴重的一個地方 provide a stable government 台灣民主既然不是從下而上而下 那我們上是誰 就是美國軍政府 所以就算台灣民主要做什麼事情 我們也是 within that framework 就是架構 美國軍政府下的民主的架構子底下 去做事情 比如說外交就不是我們能管的 比如說軍事就不是台灣民主可以動 台灣民主就叫做民視政府 既然是stival government 是民視我們只管民視 我們按照佔領者的意志 就是我們的命令 再講一次 佔領者的意志 就是台灣民主的命令 先搞到這一步好不好 我們能夠跟佔領者要求的 只有一個很簡單 請你按照法律來執行這件事情 請你不要違法 因為法律也是你定的 也是你佔領者定的 佔領法也是強國在定的 既然你說了你就照著做 我們只要求這麼簡單 這麼humble 這麼卑微的訴求而已 要求美國按照 你講的遊戲規則 來統治這塊土地 我也沒有跟你翻 我現在法律的訴訟 不是要把美國勾到這樣 我們是要求他 來照法律來做事情 對不對 對 過去台灣人都不可以用這招 都建議自己想一步 要去弄聯合國 弄幾個都不一樣 弄拼 都要投破血流 都跟一天台灣人錢 都欠到都要抹去 來最後 capitalism optimization 這個是以後我再講的 在高級班的時候 再講更複雜的事情 我今天課上到這邊 下課